不过我们继续来关心 全台三级警戒要延长到7月12号 让饭店业者是叫苦连天 因为暑假刚好就是旅游的旺季 民众得知三级警戒延期都打电话询问 可不可以取消 而为了安全起见 业者也针对了7月12号以前订房的客人 打电话通知退订 只希望疫情可以赶快趋换 迎接剩下的暑期到来 柜台人员电话接到手软 全市民众打来询问7月饭店订房 是否能取消 因为全台三级警戒 确定延期到7月12号 一旦的饭店也爆发退订潮 由于先前民众强先暑假订房 甚至有饭店7月份房间数 预定到七八百间 消费者信心还没有起来之前 就算订了也有可能会往后延迟 等到整个大环境比较稳定的 消费者才会真实地来住宿 基于防疫考量 饭店人员已电话通知 劝退游客或者延期 也有民众打来要退房 同样在宜兰的太平山庄 也针对7月12号前预定的房客 通知退订 通知游客全额退给他订金 比起以往的订房反而会比较少了一些 另外在花莲的饭店 最近几天因为疫情兼换 也接到不少客人的询问电话 但大多只有观望并没有下订 原来说花莲其实到 现在六月中的话 暑假大概都要有六成以上 左右的订房率 那以目前今年的状况 七八月份假日还有剩下三到四成 那平日的话呢 其实只剩一到两成 疫情未解封 7月12号以前都不会接客 预估暑假订房率都不高 业者只期盼疫情快点降温 恢复往日融进 记者 增和报道